电话联系物上 他们公司引爆了这个社民办 社民办给我们发了一个行 收到这个行以后 我们就要通过我们的各个县区乡 我们当时派了很多不同的安排人去找 发动老百姓 他们都是在战区有一个公棚 在公棚里 相当于国内五六十年代那样的路 下面还有炮弹 还有在交火 我们要避开交火的路线 单独安排一组人 附送他们回来 那两天又在下雨 当时他的飞机狂轰论战 因为地理位置我们比较熟悉嘛 可以绕 但是最为难的就是风空 他们最大的可能就是五十多岁 七零年的 七零后的 他们在国内呢 没有看到过这样的战争 他们很惊吓 把他解救那个位置到清水河 大概有多少公里 有七十多公里 第二天中午十二点左右才到的 很真正的说一句 相当感谢你们 首先中方一直关注缅北冲突态势 并且持续敦促各方指战停火 关于中国公民 外交部和驻缅电使领馆 已经发布了领事提醒 建议在缅北冲突激烈地带的中国公民 尽快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 转移至安全地带或回国